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感恩您收看今天的《大愛人物志》 我是阿彥 今天要介绍一个将兴趣理想结合 世间才公的才每天来的人 什么人呢 请大家来看她的照片 这位就是今天的最佳女主角谢兆玉 学生时代学的是美术 现在做的是设计的她 在两年多前 把她原本的工作室 变成另一个不同的空间 不仅她可以继续创作 还可以把实际的人文精神 互生环保的理念 且一幕化的让每一个友人 来到这些人感受到品尝到 到底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清静地呢 带大家到高雄的柴山 来认识我们的谢兆玉 这是一个星星月亮与海风的故事 海风是龚振华 月亮是她谢兆玉 星星今天刚好不在 我一开始是用月亮 在那个月亮轻轻唱唱 去钓很好的歌 这道歌就是在帮 但是你不能说那种人 你在这儿一定是用月亮代表一个人 就是把它拟人化 月亮确定钓很好的歌 就是说我现在在帮这道歌 星星是亮的 星星就像我们的灯嘛 星星的灯已经熄了 就是说我们人家做阿玛 在唱歌 在唱歌了 灯也没有了 你还不走 因为大家舍不得走 一聊就聊到很晚 所以海风写了首颂课歌 提醒大家明天还要上班 月亮和星星也要继续画画 继续做设计 小明远园的谢兆玉 主持人在这边 我一位设计师就是星星 以前月亮就是我 当然 这些故事就是我 我就是海风带人传这些星星 所以三个主角在这里 他是海风 我是月亮 因为我是远园 小明远园的谢兆玉 主要工作是视觉设计师 在一趟花冬之旅后 他决定晚上放下画笔 化身为素食雏娘 用天然调味 引出食物的美味 让陶克们不辞千里来叩门 对就是像那个普利茲的制作人 还有一些很知名的指挥 还有太阳马戏团的团圆 还有一些 他们在文化中心演出完 我们就整票带来这边 这个就是咖喱糊糊 然后我们做的咖喱意思就是说 让你回来的时候 你回来家 我咖喱糊糊的 我这个 我真的是不会做菜的人 然后硬要来这里做菜 然后我就想说 然后就把做菜当成画画再弄好了 为预约前来的客人料理餐点 谢兆玉的用心 其实藏在这一碗饭里 然后做素的主要原因是 我们就是想要 师傅也说想要倡导素食 但是我们如果说一直跟人家说 你要吃素啊怎么样 我觉得就是用最自然的方式 那你来店里我们提供的就是素 素的蔬食这样子 就是蔬食 那你也就可以去感觉说 吃素就是很轻松的一件事情 下雨了 下雨了 就是下雨就没办法做完 你可能要做要紧急处理 就是下雨 那这样的机动性也还蛮常见的 那这样子不是就损失了一天的领域 也不会啦 就是我们还蛮随 随这个天气怎么样就怎么样这样子 所以也可以都看天吃饭 因为这里真的就是分享的啊 就是如果有缘你就可以来这里跟山海一起分享这样的空间 感受大自然丰沛的生命力 谢兆宇放慢脚步 谢谢品贵 也将这种创造美好的时间过程 和每一个前来用餐的朋友分享 看了好想也去亲身感触一下好山好水的风景啊 不过我还没去之前主人来了 欢迎我们的赵玉师姐 感恩 祝福 今天除了你来外 还有两位法卿的陪伴 现在介绍我们来自高雄的杨明勋师姐 感恩 感恩 还有您的资深母亲 是的 彭仪俊师姐 感恩 来来来来 我们先来说你那一方清静地啊 以前是你的工作室啊 是的 那后来怎么想要把它变成一个 你所谓的分享空间 并且要把吃素的这种理念啊 潜移默化的让每一个有缘的人来 可以品尝到 对 因为就是在访饰的同时 我觉得分享是一件人生最喜悦的事情 然后我使用那个空间已经十几年了 啊 对啊 以前只有创作而已 对 没有对外营业的 没有就是我在里面画画 做我的视觉设计 哦哦哦 那你两年多前 怎么会下一个这么大的转变啊 一整年 说到最后就是关门自修嘛 真的你现在敞开大门 要迎客 而且你要跟他有互动啊 我觉得那个都是一个内在的堆叠 就是你在 你在每天每天的生活里面 就会有一个内在的声音 你会想要去做一件事 然后那个是就是 你会在很多时候会发现说 人生为什么要去拥有 或是一定要独享某些东西 其实它就是在宇宙间 然后是是跟大家 我们就像围城一样在这个宇宙里头 嗯 独乐乐不如众乐乐 对不对 不仅我自己欣赏 我自己看 我自己拥有 我要跟更多人来分享 对 因为我觉得那个自然界的力量 其实是非常非常可观的 今天你就带了一幅 您画了这个作品啊 里面就有深层的 环保护身的精神在里面喔 您可以为我们介绍这幅图 有什么意境要表达的 嗯 我画这张插图的主要原因就是 要告诉大家要跟 就是大地之母和平相处 那个小女孩她是坐在和平哥上面 和平哥 这张插图的婚教是和平哥 对 然后我们的大地之母已经被我们摧残的苦在头上了 所以那个小女孩的法夹是一个苦瓜的 哦哦哦哦哦 她的法夹是苦瓜啦 哦 了解了解 然后她是闭着眼睛不敢再看这个大地 哦你这个高丽菜就是地球 地球 大地之母喔 对对高丽菜就是地球 嗯 那如果说你可以亲近之身 跟大自然在一起 然后跟蔬果在一起的话 其实就是可以跟他们和平相处的 就栽介如树 不要跟其他的动物结二元 对 对 哇 你要开始煮素食農家 你以前是介绍煮还是不要煮啊 啊不然我都不要煮菜 啊不要煮菜 你发这么大的怨开玩笑 我就是在工作室里面 只是一个电锅然后一个电磁炉 就这样自己做菜给自己吃 然后我也是用这样的方式做给大家吃 这样哦 其实你刚才提到说 在访试的过程当中啊 让你更了解 除了要聆听之外 要分享 而这两位也都是你访试的伙伴嘛 对啊 说到访试我们就不得不说这个 八八风灾了 因为您是在部落长大的小孩嘛 您的家乡在 我的家乡在南横的桃园部落 想说八八风灾莫纳克风灾那些 那些事情 让你心情很长的一段时间 是悬在空中的 因为你从部落架到了都市 而您的父母那时候还在部落里面 就是他们是生死未捕 然后就是在所有的媒体是不晓得 有我们台湾还有这样的地方 上网都说今世的灾难要有警示的觉悟嘛 你的故乡变成这样子 你的父母曾经跟你失联 不知道他们到底是活是死 有让你有什么样的启发吗 我有一个感觉是他们还在这个世界 只是我不晓得我的部落 现在到什么样的程度 那时候明星师姐应该都陪在身旁了 其实那时候第一时间 他们坐直升机下来的时候 没有去想什么 就是看怎么帮他们能帮 就是尽量帮 所以那时候也没办法想太多 因为那时候只能用一个乱子来形容 那也很紧迫也很急迫 可是那时候会去担心 就是说怡君师姐 因为她还没下来 她在山顶啊 她在山顶啊 我也是很欢乐的啊 她不喜欢跟她过节 然后就是阿花阿母啊 就是那个我们那个 赵玉的妈妈 赵玉的妈妈 她们都在山上啊 会担心 可是你没有再多余的时间去说 怎么去协助他们 来来来来 我快来问看那时候 差一点跟我们说再见的那个 李俊师姐啊 您是从都市平地 嫁到部落去的 已经二十多年了 您已经跟那个地方 变成另外一个家乡了啦 对 而在八八风灾之前 其实两位包含赵玉的母亲 已经受证了 是桃园区里面 唯一的三位的慈悸委员嘛 对 您在那个时候有发挥一下 什么样慈悸人的 这样 服务的功能吗 因为我们在当地算说 大家都已经很熟悉了 所以有时候他们在碰到 什么状况的时候 他们第一时间就是 有时候离我比较近找我 离我们阿花师姐比较近 就会找阿花师姐 透过我们来联络他们 就跟我们讲说 他有什么样的状况 需要我们提供什么样的服务 那我们通常只要一通电话出去 我们明星师姐跟远园 他就会马上进来 了解 说到马上进来啊 其实回家的路啊 并不算近喔 等一下你透过镜头就知道 那是一条需要花好几个小时 才能够看到家乡的回乡路 但是再怎么苦 还是要把爱送进去 驱车往美农的方向走 谢兆玉今天要做部落访饰 也要回家 回家的路很远 来回要五个小时 于是沿途进出商家 采购物资 与民生用品 成了谢兆玉回家前 必要做的事 有没有看到人 我找一下帽 所以一个月才能回山上一次 大概会一两次 对 所以每一次回去都会待一些东西 对对对 因为那个支援不及 要备其所有物资 谢兆玉的后勤之源 来自很多人 像这一位一键志工就热情拥抱的 美食烘焙坊老板 王静淑就是其中之一 这一元就是因为我们早期就是在 英文界就是朋友了 我们在串门学院 然后因为要回部落 所以他们刚好 他们有经过 我说那我们每个礼拜或是一个月就集成 我们是冷冻 所以是OK的 其实他们吃到你的面包都很开心 而且我们部落有一个生了八个小孩的 每次都会给他们就是你的面包 他们都知道很好吃 真的是 这些全部都是要给部落的小孩 有一点点香 没有关系啦 不要太在意 对啊 仔细装香 谢兆玉和志工杨明勋 两个人像蚂蚁熊兵 准备用眼前这台小轿车 把大家的温暖 带回桃园山去 主要也是有长期的感情了 然后也就是一种信任吧 对 然后这次也就是有人知道我要来山上 然后他们就拿了十包米 又是野山上需要的人这样子 他们就是会看说我们要出发的时间 然后看有需要的一些东西 就顺便送上去 季节不一样就会给不同的东西 离开烘焙房 顺着蜿蜒的路前进 约莫两个小时后 映入眼帘的就是谢兆玉的家 你好 好 好 9个月 这个 这个 妈妈快七十岁了 有吗 一十九 银花 够够看起来 够看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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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 我们先去够看起来 然后先去够看起来 因为我现在要在教会的人 不需要请 好 谢谢你 对 谢谢 和住在山上的妈妈 一银花会合 谢兆玉 用人亲土亲的力量 让这群志工团队 成为汉人与部落间 累积信任的互动起点 人来了 还没有好喔 平安 平安 这个刚刚拔回来的喔 这是白色的吗 各位 还好吗 有时候会痛 还是有时候会痛 对 然后部落它里面 他们有一个 自己的风厨民情 就是比较闭色 然后他们对于外来的东西 并没有说 马上的就是接受 还有就是 他们会存在着怀疑 比如说你要给他们资助 他也会怀疑说 你是不是真的 哈啰 哈啰 有收到你的芒果 有 感恩 你的面包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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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就是我刚好就是生长在 这个山里的 部落的孩子 然后小时候都是在这里长大 所以这里的情感就是特别特别的丰富 等一下你老婆呢 你老婆呢 那个帽子 他让我多血 他让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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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血啦 没有种族的繁礼 没有种族的繁礼 大家络移不绝地交换彼此近况 谢赵玉和志工们 这一天也顺利地将爱传递在这片山里 能付出的人 是有福的人 我想赵玉师姐 能够回乡 帮忙 左邻右舍的乡亲们 日子更好过一点 应该觉得 很欢喜 非常非常感恩 真的 你的眼睛滚着泪水 想到了什么 就是一起可以在部落里面给温暖 然后又可以去做可以做的事情 我觉得真的很感恩所有的人 对 为什么你说你很感恩 你是在部落长大的孩子 我原先不会觉得说 在山上长大有多么的优越 可是后来我觉得 我可以在山上长大 是非常非常幸福 非常非常感恩的一件事 是因为那个辽阔 还有那个空气 那样的风 那样的景 那完全是跟都市 完全不一样的景色 然后我可以从小就拥有 我从小就是洗温泉长大的小孩 真的 真的 所以你现在虽然离开了家乡 但是心在那个地方 那迷居之前 请告诉我 其实在部落的人要做主座 不简单 因为路途太遥远了 对 他们 如果阿母那时候 要做培训的时候 听说也是克服万难 对 因为阿母也不会开车 也不会 就是交通对她来讲 事实上是一个负担 可是她有很大的一个功能 就是她可以搬入蓝车 她也可以做客运 就是这样搬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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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来做慈忌 听说你是被妈妈的 那样的想要做慈忌的心感动 妈妈到底给你什么样的身教研究 让你不仅爱山爱海爱这块土地 对于做善事做布施的这个事情 一无反顾 妈妈她就是一个很热心的人 只要经过我家 就可以回来吃饭的那样的妈妈 很坦重 台义说很坦重 她很喜欢分享 她非常非常喜欢分享 实际就需要这样的人 对 只是说她的身体有时候 比较没那么好的时候 她就没有办法这么积极的在做 有爱陪伴就不孤单了 对 其实爱它是一种像水一样 它可以流过每个人的心里面 就像您家里的家人一样 您的父亲一开始对妈妈这么投入慈忌 不管是做环保做回收 或是把爱跟左离右这个人分享 不是那么的认同了解 慢慢的爸爸听说也开始做环保 所以往生的时候 他还做了一个大决定 对 爸爸他就是看我妈妈在做慈忌 然后妈妈有跟他说 可以就是学慈忌人做一个环保的分类 然后他就开始去山里面 就是骑他的摩托车 然后就去山里面 把我们的山可以用的一些物资 都整个把它整理出来 然后爸爸他就会问说就是慈忌在做什么啊 我会说 一些东西都是你在剪的 然后爸爸他就会问说就是慈忌在做什么啊 我们就会跟他分享 然后也让他看就是大爱台在播那个大体捐赠的事 因为大体捐赠这件事是我妈妈早就有签了 然后之后他就他就说我们两个一起看那个模拟手术 然后一起看大体捐赠的所有过程 然后那天我就问他说爸爸那你 你如果改天你往生的时候 你要不要做这样的捐赠 他说好啊好啊那个身体可以用就像他剪环保一样 那可以用就让医生去用让他去研究啊 然后我就跟他说那我们两个一起捐 然后他就说好 那我们就开始一起写里面的一些内容这样 所以爸爸后来圆满了他当大体老师的愿望啊 对圆满他当大体老师的愿望 所以姻缘不可思议咧 你一个驾到平地的人在工作上跟慈继相遇 但是妈妈在山里也有不同的姻缘跟慈继互动 那现在母女在不同的地方 但是会为同样一件事 就是希望我们的大体更清净 人心更进化 你要祝福宜俊师姐 驾到部落里面 其实您这个跟先生经营加油站 也是一个很好的道场啊 为大家加油打气 让人间更多的力量 来做有意义的事情 明毅师姐 你就继续走在旁边 把爱把关怀送进去啦 天地受毁伤啊 我们真的要觉悟喔 一起来用鼓掌的双手疼惜大地 就从我们的口欲开始来改变喔 灾界如数 真的可以让我们的地球软化减少 让自己的身心灵更清净 感恩赵玉师姐 让我们了解 除了你内方净土之外 也把你的心 让我们更了解 部落长大的孩子 果然不一样 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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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